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你 我今天来看到了很多虔诚的信状将我们的圣物 飞天神兽师父上给请回家去 那这个圣物可以让人 圣物它本身可以赠宰 可以招财 可以帮你带来福气 当年江太公他离开昆仑山的时候 他的师父原始天尊 赠宋把神鞭 信皇旗以及神兽士不像 三大法宝给他 神兽士不像是所有众兽之手 那我们这尊霸王神兽飞天士不像 是依据风神引力中 他的江太公的坐旗画像 科治而成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神兽 嘴咬着信皇旗 信皇旗他是江太公的保护之一 天下第一令旗 那这个法宝他法力无边 那只要你拥有这个信皇旗 他可以租血就可以病 再来他可以保平安健康 那神兽上面还有赋予这个 葫芦 他可以增添福气 然后又元宝五帝钱 广结所有四面八方的财 让你财源广进 还有八卦 四人斩 可以挡杀 划杀 那再加上我们 江太公神尊的七天七夜的一个加持 还有我们大法师 他依循道家传统仪轨 不易的开光点睛 赋予最强大的效用 让我们来驻见道场的信众 能够恭请回家来正宅 让我们的这个功德组 他能够心想事成有求必应 将太公道场与拜祈福祝寿的大法会 急往疫情早日停息 信众呢 要怎么将我们神兽 师傅向被请回去共同 基本上只要先登记就可以了 信众请回去的话 有三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每天要记得帮他换一杯清水 清茶共同 第二个 如果说他没有办法每天帮他换水的话 你必须先跟他禀报一下 第三個就是希望我們每年信眾可以回來過爐 讓這個聲明在加持一下 對我來講因為我本來就是太公很虔誠的信徒 那所以很多公司的決策我都希望讓太公來指示 自從神獸到了以後這些狀況迎刃而解 然後一個一個合約都順利的簽下來 太公不只是一個信仰 而且它確實是幫助我們有很大的一個因緣 把事情做好這樣 揭牌儀式開始揭牌 國文縣的記者上非常特別 它有龍頭 麒麟聲 火焰尾 龍爪 虎掌 牛蹄 馬蹄 牛蹄它單蹄 馬蹄是藕蹄 所以陰陽的一個象徵 所以結合這所有動物的一個特徵在牠的身上 所以牠會稱為神獸四象 那當年在荒災年的時候 牠長出翅膀 飛回昆崙山去取了一袋米回來救全城的這個百姓 所以牠又有飛天四五象的一個稱號 那你這次希望將我們的神獸請回去是希望 四月現在能夠平順一點 因為我是在做八大行李 目前都因為疫情不能上班 國家也能夠平安立即能夠趕快消失這樣 來 現在公請給我們四五象 來 跪豬龍 跪山林 來 順時龍 山林 再來我們跪金風龍 來 那我拿到了這個神獸四五象之後 有沒有什麼科儀要進行我家能叫牠請回家 我們會有一個基本的請神獸的科儀 那我們會點六柱青桑 然後先跟玉皇大帝禀報 上天禀報要請這個神獸回家 然後接下來再拜我們的祖爐 然後跟我們的祖神江太公禀報一下 要將這個神獸請回家鎮宅避邪 會請神獸過祖爐三圈 然後讓這個靈異加持 讓牠能夠更穩固 然後發揮更強大的威力 然後再來再到天宮吾再過三圈 那就可以請上車 然後我們會鳴炮公送這個神獸 讓你們回家鎮宅 好 來 神獸請兩位 我們可以宿宅 宿後 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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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的有緣的姓狀 能夠有機緣來到我們雅弥山江太公道場 來駐建道場 來恭請我們這個霸王神獸飛天四不像 回家來鎮宅保平安 那也可以恭請到我們公司來坐鎮 來開運招財 讓我們財源廣盡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 有空來雅弥山山上走一走 也來恭請我們神獸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有求必應 心想事成 那也是 Cat vl 第一 imperfect safe 別怪 開玩笑 classes